近日,问界新M7正式上市并同步开启交付 包含五款车型,售价24.98到32.98万元 而9月13日,官方公布了问界新M7订单量突破15000台 这距离问界新M7上市还不足24小时 到底这款新车有没有诚意? 是否真的是遥遥领先呢? 今天,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外观方面,作为改款车型 其整体基本保持原有设计风格 上下分体式格栅配合狭长的灯组 让这款车看上去十分时尚 耐看,主要的变化在于 MAX版本更新升级了 AGS主动进气格栅 同时,支架板会在车顶部位增加激光雷达 这是一个显著的标识 尾部方面,新车继续沿用老款设计 两侧C型灯组内部加入镀铬式条进行点缀 搭配贯穿式尾灯 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 同时,相比老款 新款车型增加了电动踏板的选装 这项配置对于家里老人或孩子上下车 还是能上下车带来更多的便利性 内饰方面,依旧延续了老款车型的那种简约风的设计 只是对方向盘的颜色进行了微调 将与车内主题颜色保持一致 科技配置方面 主要由10.25英寸曲面全液晶仪表盘和15.6英寸中控屏 两块液晶屏组成 没有保留传统的实体物理按键 简约但又不失科技感 最大的亮点还是在于搭载了配备鸿蒙智能座舱3.0 此前将割野体验 无论是清晰度、流畅度、智能化都是相当不错 此外,二排新增Huawei MagLink摩西车载接口 平板电脑一挂即可连接 实现多设备联动并进行充电 可满足临时会议、学生网课等多场景需求 尺寸方面 新款问戒M7的长宽高分别为5020、1945、1760mm 轴距2820mm 相比老款M7在高度上降低了15mm 视觉上更加低趴 座椅方面 除了常规6座版 问戒新M7还首次推出了5座版本 供消费者自主选择 另外 新车还配备了三温区独立空调 以及前后排座椅通风 加热 按摩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据官方透露 这次问戒M7改款的投入超过5亿元 比如对车身结构件进行重新开模 重新改造了焊装产线 同时 在车辆门槛梁内 它还填充了旅行材 相当于在门槛梁内部添加了骨架 加强了横向和竖向的梁结构 要知道 老款M7在中宝岩碰撞测试中 尽管取得了三个G 一个M的优异成绩 但因在25%偏制碰撞中 A住一次发生了变形 而备受争议 如今 车身结构全面升级 也是打消了消费者原有的顾虑 在支架版车型上 新款问界M7搭载了 Huwei S2.0高阶智能驾驶系统 配备一个顶制激光雷达 三个毫米波雷达 11个高清视觉感知摄像头 及12个超声波雷达等27枚传感器 可实现对动静态目标进行感知 动力方面 新款问界M7同样搭载1.5T增程式混动系统 增程器功率提升至112000W 峰值扭矩为205牛米 发电效率更高 其次 问界新M7还提供了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可选 其中双电机版车型0-100千米每小时加速时间快至4.8秒 CLTC工况下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250千米 纯电续航210千米 溃电工况下百公里油耗7.4升 而单电机版 零摆时间7.8秒 CLTC工况下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400 纯电续航240千米 另外新车还对底盘进行了升级 搭载前后悬双FSD可变阻尼减震器 综合来看 新款问界M7还是有不少提升的 尤其是针对此前M7的一系列问题 新款M7都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而且通过降价增配的策略 将产品的性价比进一步拉高 而在这个细分领域 尽管竞争对手很强 譬如理想L7 蓝图Free等 也都历经了市场的检验 不过从价格和综合实力来看 新款问界M7还是颇有优势的 后续的销量表现 能否持续坚挺呢 咱们持续关注